欢迎两位 刚才小片里面 信息量特大 是吧 认识的不久 但是就想结婚了 是吧 认识多久 谈了多久 今年三月份认识的 然后四月份 然后我们在一起 挺快的 就准备结婚了 他年龄比较大嘛 家人比较催 不就是二十九吗 因为我表弟啊 表妹那些都结婚了 所以我家里面 也比较着急 我也比较喜欢他嘛 所以 所以想结婚 是 谈到哪一步了 谈到彩礼 彩礼了都 是 最近我们在商量 这个彩礼的问题嘛 因为我老家是在山西 他是在广州 所以我家里人就是 为了我的保障 所以就是想 什么保障 要彩礼二十万 但是我家是一分钱都不要 全部都给我的 然后再让他在那边 付个首付 买个房子 这要求行吗 这个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我们家那边的彩礼 我妈说最多就两三万 已经最多了 而且有些人是随意的 所以我对这个要求 有点接受不了 后来我跟我家人商量嘛 然后我家人说 房子的事情先不买 结婚之后两个人 一起算多买房子也可以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先给彩礼 然后他说这样也不同意 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 这是因为彩礼吵是吧 是 咱今天不说彩礼的事 说说感情的事好不好 感情怎么样 他就是每次我生气吧 然后他也不哄我 他也不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里 就比如说我们在广州 上次我去找他玩嘛 他们那边也特别地热 这你也知道 然后他说他要去买个喝的 回来了我就发现 他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 然后就让我喝了一口 我剩下的他全喝了 我第一口是给你喝的 我都快气死了 你就让我喝一口啊 我不知道那奶茶好不好喝 如果你觉得好喝 我可以再给你买一杯啊 那你喝完之后觉得好喝吗 是好喝 但是你又没有说要 再要买一多杯 我没有说你就不能想一下嘛 你就不能想一下 我再喝了一口就解渴了呀 我想不到嘛 我平时也是比较节约 因为那些人也不会这样买 多买东西嘛 他是这样的人吗 是啊 后来我就生气了 我就出去了 他后来也不知道咋的 他也生气了 他走得比我还快 你说我没有在广州经常待着嘛 我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他就不怕我走丢了呀 走那么快也不管我 你怎么话也不说 我怎么知道你想怎么样呢 我不说你就不能问问我呀 我问一句 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就是 我听完这两件事以后我就 我 我真是 我在广州的时候 他是摄影师 就给我拍照片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呢 然后他追我嘛 就在一起了 不是 他怎么追你呢 带我出去玩 带他去景点玩 渴的时候给人买水吗 买水了我还带他去吃 是买一杯还买两杯啊 那时候还没一起的话 肯定我给他买嘛都是 你都给他买 怎么在一起的就买一杯呢 没有 我我给他买的 以前追我的时候吧 还是挺像个样子 就追了我之后吧 就越来越没样了 喝的就给你自己买一杯 行 就别说奶茶这点事了 还有别的吗 就是有一次我们中午吃火锅 我们吃完之后还剩下一点菜 到了晚上呢 我说要不你就再出去买点菜什么的 然后咱们把这些菜吃完就算了呗 然后我就微信告诉他 他要出去买菜了 等他回来之后啊 他就买了点菜 啥料都没有 他跟我说就水煮菜 他就买点盐跟香油 我就是从来我都没有这样吃过 我就挺生气的 我们那边平时都是比较吃得清淡的 我在家里面就加盐 最多就加点油 我平时是吃得比较清淡吗 我妈煮也是这样子的吗 你也不想我是北方来的女孩子吗 你说的我都给你买到了 后来不是你说没酱料 我就直接出去给你买了酱料回来吗 那你还怒气收声地回来还吼我 你买都买为你吼我干啥 你说得很大声 我就觉得你是骂我吗 行行行 你们俩就别爱谈了 真是 你们俩就这还结婚呢 这能过下去吗 真是 现在什么状况啊 是在广州还是在太原 在哪儿生活 还是在你山西的 我是在上海 你又去上 我是在上海工作的 我家是在山西 你在上海 嗯 你在广东 对 我在广东 你们俩好的时候等于 你从广东的公司去他上海给他拍照 是这意思吗 我去广州 他是广州 他去广州 你们广州有公司是吗 我这脑子越来越跟不上了 我是上海做前台的工作 然后我兼职是拍照 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拍照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听明白了 那现在等于您在上海 是吧 您还在 我上海广州这边 你们俩就等于异地了是吗 是啊 异地了 哦 就有一次嘛 他跟我说 他要跟哥们去吃饭 啊 说好了十一点左右 回到家嘛 我十一点钟 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他 他都没接 后来就接了一次 他 他就说他喝醉了 然后他说漏嘴是客户 然后 我心里就着急了要死了 还要喝醉酒了 哦 我说异地你说这事干嘛呀 他骗我 他骗我 他骗我说是哥们 然后说漏嘴是客户 搞得我更生气了 哦 你怎么发 等于异地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是吧 是啊 你觉得这姑娘欺骗你 是啊 你咋骗人家呢 在这个事情之前 他就老是疑神疑鬼的 嗯 然后我微信想个啥的 他就过来看看 看看是谁 然后这次喝酒嘛 我承认是我不对 但是我就是怕他瞎想 这个男生应该挺在乎你的吧 姑娘 我听这么一个细节 我觉得还是挺在意你的 是吧 可能是吧 结婚是谁提出来的呀 是他 是我提的 我比较着急嘛 婚后准备在哪儿生活呀 就在他那边 就去佛山了 对 那女生还是愿意 从上海去佛山的 这个婚后谁管钱 你们商量过吗 他说他要把钱都交给我 哦 是他自己给我的 我也没给他要 现在就给了 嗯 现在钱都给了 对啊 给了 挺好的呀 怎么了 好啥好呀 我上次借我亲以前 他都要管我 我觉得 我们现在是在恋爱嘛 我就没有必要把 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哦 哦